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3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奥德萨举行会谈 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军队用导弹袭击了奥德萨 当时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正在访问该事,并计划与泽连斯基会面 希腊政府匿名官员称,泽连斯基的车队在与希腊代表团同行时遭到袭击 爆炸发生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不久 距离希腊代表团驻地只有150米,没有造成代表团人员受伤 袭击发生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点没有恐慌 好像爆炸没有发生一样,会谈结束后 泽连斯基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上说 我们今天看到了俄罗斯人的打气 都看到了我们在与谁打交道,他们不在乎打到哪里 有人死了,又有人受伤 我对此表示哀悼,俄罗斯不在乎袭击对象是军人还是平民 不管是谁都会成为目标 今天奥特萨有国际客人到访,他们不在乎这些人 俄罗斯要么疯了,要么无法控制他们的恐怖军队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 这表明乌克兰首先需要防御,最需要的是防空系统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一个计划 正在逐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但速度比我们希望的要慢 很不幸,这是事实,但我们每天都在变强,这也是事实 俄罗斯发动的袭击只会造成更多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希腊总理的出访遭到袭击后,他们会更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经常干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 希腊此前并没有向乌克兰援助多少武器和资金 接下来一定会看到希腊对乌克兰援助的增加 美国计划向乌克兰的援助有望三月底 在众议院通过,俄罗斯的任何宣传都阻止不了 这一事实即将发生 就连此前一直提到的将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转移给乌克兰 也正在逐渐的成为事实 英国外交大臣坎维伦近日表示 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借款 这批钱来自英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赔偿 这些资产将作为支付赔偿的担保 台湾伦认为,尽管现在还没有决定 把冻结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转移给乌克兰 作为战争赔偿 但这些资产用作俄罗斯支付赔偿的担保 合理合法 不会损害伦敦的生育 俄罗斯在战后如果能够对其发起的战争 造成的损失如数赔偿 这些钱还可以归还 如果俄罗斯不履行赔偿 转移给乌克兰的押金将被扣除 俄乌战争期间 每一次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升级 都是英国开头 这次将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 作为押金的形式 转移给乌克兰 又是英国首开先令 美国曾多次提到 要将俄罗斯在海外被冻结的 三千多亿美元资产 作为战争赔偿 转移给乌克兰 但至今仍未找到法律方面的支撑 欧洲各国也是只说没有行动 可能还是考虑俄罗斯的报复 英国不怕俄罗斯 先离一开必有效仿者 俄罗斯在海外的三千多亿美元 再也回不到俄罗斯可支配的账户上了 英国在支持乌克兰时最坚定 高层和国会保持一致 从不在乎俄罗斯发出的威胁 只要乌克兰有需要 他们就会坚定的去做 虽然美国是援助乌克兰最多的国家 但总是出现分歧 从一开始援助时就不能保持一致 两年的时间没有改变 尤其是美国共和党党内初选开始以来 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不断受到干扰 直接影响了乌克兰的抗战规划 有人可能认为 美国是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 想给就给 不想给乌克兰也没有可埋怨的 但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 布达佩斯备忘录是美国达成的 乌克兰履行了备忘录的承诺 美国也要兑现保护乌克兰领土安全的承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说话不算数 就是欺骗 在安全方面的承诺更为重要 许人为大 误人为小 民间看待一个人的人格也是如此 男子和大丈夫不能食言 吃亏也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对俄罗斯没有好感 也不是因前年 他们入侵了乌克兰开始的 是在我的记忆中 他们从未守信 对那些不讲信用的人 谈任何法理和底线 都是毫无意义的 失信就是欺骗 撒谎就是为做坏事做好准备 失道者寡注 亚美尼亚安全委员会秘书 格里格良六日称 该股已向俄罗斯当局 发出了正式信函 要求停止俄边防军 在埃里温的 资瓦尔特诺茨机场活动 亚美尼亚计划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机场进行边境管制 亚美尼亚在这个问题上 有明确的立场 当天早些时候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没有人决定 从资瓦尔特诺茨机场 撤出俄边防军 两国官方都尚未做出这一决定 格里格良的声明 就是回应佩斯科夫 亚美尼亚官方 已经对这一问题 做出了决定 连打得有点快 早在2月28日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昂表示 亚美尼亚暂停参加 基安组织活动 亚美尼亚不会向基安组织 派出常驻代表 也不会参加 基安组织的高层活动 帕西尼昂称 基安组织没有履行 对亚美尼亚的安全义务 反而给亚美尼亚 制造了安全问题 克里姆林公 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 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相关的文件 不存在所谓的冻结制度 亚美尼亚做出相关表态的 因由尚未明确 俄方正与亚方进行接触和沟通 以查明原委 根据1992年9月30日签署的条约 俄边防军与亚美尼亚 共同负责保护 与土耳其和伊朗的边境 俄边防军在 九末里阿玛维尔 阿尔塔萨特和 梅格里有驻军 并在埃里温的 斯马尔特诺茨机场 有一个单独的检查站 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议长 阿兰西蒙扬曾表示 俄罗斯边防军必须离开 斯马尔特诺茨机场 因为即便亚美尼亚有安全需要 俄罗斯边防军也不会保护 亚美尼亚边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罗瓦称 亚美尼亚的声明是不友好的行为 美国打算在南高加索 开辟第二战线 但亚美尼亚安全委员会秘书 格里格良认为 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依赖 是一个战略错误 俄军真被炸飞了 一伙俄军士兵捡到一辆 乌军在阿布迪比卡撤离时 丢弃的越车 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不错 能够在雷区穿梭 结果被一颗地雷 连人带车都炸飞了 下次注意 昨天 俄罗斯外交部还人扎罗瓦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没有计划 对包括北约在内的任何人 发动袭击 也从未隐瞒过此类设计 俄罗斯没有发动袭击 直接或间接侵略的计划 也没有与北约 华盛顿 乌克兰 或其他国家爆发冲突的计划 可以肯定 俄罗斯从未窝藏过这样的计划 但如果阅读北约的理论文件 其中包括华盛顿和伦敦 在这些文件中 西方集体将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 扎罗瓦强调 这是西方侵略态度的明确证据 也是西方对俄罗斯看法的基础 扎罗瓦警告 北约人民应该意识到 他们对俄罗斯安全的任何威胁 都不会消失 前几天 在挪威 瑞典和芬兰 开始的下一次大规模 北欧反映演习 至少有两万人参加 这些针对俄罗斯的行动 都具有了侵略性和挑衅性 俄罗斯看到了升级的螺旋式上升 普京三月六日晚间 讲话更有趣 普京在青年节庆典的闭幕式上说 美国是一个疆域广阔而独特的国家 依仗美国人民的才智这个国家 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中 俄罗斯与美国都是盟友 在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 俄罗斯和美国站在一起 但美国未能应对苏联解体后 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负担 如果允许美国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用军事行动 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东巴斯人因乌军的残忍杀戮 而向俄罗斯寻求救援时 为什么俄罗斯不能为东巴斯人挺身而出 普京继续 任何战争和任何敌对行动 都是一场悲剧 美国的做法正在破坏美元的霸权 这样的政策是错误的 俄罗斯不鼓励美国青年 不服从联邦政府的行动 但美国年轻人 有权在法律框架内表达自己的立场 包括美国的盟友 都不喜欢美国的垄断 普京说的和扎布罗瓦的意思一样 其目的就是想让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闹起来 俄罗斯好在乌亚借机取胜 俄罗斯的小聪明很多 但都是一些很低级的 从未起到过作用 按照普京和扎罗瓦的说法 俄罗斯是解救乌克兰人群了 是被乌克兰东部老百姓挺身而出 那么在乌克兰东部四周举行的虚假公投该如何解释 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该如何解释 无论俄罗斯怎么狡辩 脑子不坏的人都知道 说的全是谎言 战争方面的说法是假的 经济方面的也不会是真的 越打仗越富 越制裁发展的越好 鬼都不会相信的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 俄罗斯2023年的贫困率 创历史新低 从占人口的9.8%降至9.3% 目前 1.46亿俄罗斯人中有135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 刷新了2022年达到的历史最低值9.8% 即1430万人 2023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口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 是劳动力短缺条件下 俄罗斯的工资增长和有子女家庭的福利增加 报告称 俄罗斯为了计算贫困人口数量 俄统计局使用了2020年第四季度 每人消费篮子成本的指标 同时考虑到累积通货膨胀 2023年 这一消费数额平均为每月1.43万卢布 根据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的贫困率就有明显的季节性 第一季度最高 第二季度逐渐减少 到了第四季度就更少了 第一季度最高达到了1960万人 占人口的13.5% 到了第四季度只剩下990万人 占人口的6.8% 俄罗斯的贫困人口为什么减少那么快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能够看出原因 报道称 俄罗斯各地大规模增加了 对应征入伍者的一次性付款 亚罗斯拉福尔州在签订兵役合同时的一次性付款 从40.5万卢布增加到50.5万卢布 其中19.5万卢布为联邦付款 31万卢布为地区付款 在阿迪各地区 签订兵役合同并去前线打仗的人 将一次性的得到80万卢布的报酬 当地政府的支付金额增加了20万卢布 达到了50万卢布 市政当局还提供了10万至10.5万卢布的额外补助 不良思考中 从2024年2月1日起 签订兵役合同者一次性现金支付金额 从20万卢布增加到40万卢布 增加了一倍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为德维基夫说 2024年1月1日起 超过5.3万人根据合同在俄军中服役 俄罗斯当局计划在年底前为这场战争 再招募约40万名合同兵 通过俄罗斯征兵资金的翻倍增长 不但看出俄罗斯当局征兵出现了困难 与军事部门签订兵役合同者 都是被钱所吸引 并不是俄当局此前说的自愿 至于俄罗斯人是否支持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下方这则消息给出了明确答案 近日俄罗斯黑海舰队 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 被乌军无人艇击沉 俄罗斯媒体平台上发消息称 乌军的无人艇在袭击俄黑海舰队时 被黑海上的一些俄罗斯货船船员发现 船员们还用手机拍下了视频 但他们没有向乌克兰军方报告 看着乌军的无人艇群从附近海域绕行攻击俄黑海舰队 船员多加小心 那些无人艇不会主动的攻击货船 发现后要躲远点 但俄罗斯航运公司未把情况报告给俄海军指挥部 导致乌军袭击成功 据称乌军为了在夜间发动攻击 无人艇群在天黑前绕了很大弯子 俄罗斯军队怎么也没有想到 无人艇群从黑海东南方向来袭 最终将这艘2022年才服役的最新型巡逻舰击沉 发现敌情不告诉友军在俄罗斯军队中常见 2022年基辅战役即将结束时 俄军禁卫第四坦克斯的在苏梅州连续遭到伏击 前方装甲部队被伏击后没有告诉后方部队 导致了乌军在一个伏击区连续打击路过的俄军装甲部队 俄军基辅战役失败后 俄罗斯博主透露了俄方友军之间的 互不联系的战斗民族作战风格 挨打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3月7日 乌克兰报道来自印度北部 庞泽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印度人称 他们被迫站在俄罗斯一边对抗乌克兰 穿俄罗斯军装的印度男子说 一家旅行社建议他们去白鲁斯看看 但他们需要有签证才行 然后告诉这些印度人 要么加入俄罗斯军队 要么被捕入狱10年 经过半月的训练 他们被送往了战场 得到者多助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亨特 赫特维克的母亲 莱斯利得知儿子在乌克兰阵亡时说 他为儿子的阵亡非常难过 但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赫特维克在去乌克兰前告诉母亲 侵略者要取得胜利 只需要好人什么都不做 我必须去帮乌克兰人民 莱斯利说 在乌克兰全面战争爆发后 儿子决定去帮助乌克兰人民 他开始在那里救助转移商员 后来就随乌军参加了战斗 媒体2023年12月22日报道了儿子阵亡的消息 全面战争爆发以来 至少有46名美国人在乌克兰丧生 有30多名是美国退伍军人 其中有11名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 赫特维克是其中之一 向所有为正义而战的人致敬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在场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见